今年是我入行25周年 然后又发现金曲奖今年是25年 所以我入行那年刚好是金曲奖的第一年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是看着金曲奖长大的 然后今年又发了带作品回家 所以有一种真的回家的感觉 因为中间也离开了唱片圈一阵子 所以今年回到这个流行圈 我觉得对我意义非凡 而且又是25周年 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恭喜我 而且你们要加 恭喜恭喜 我都可以称25年 你们一定OK的 不要急我也还没拿到金曲奖长 OK好不好 加油 那想问维里安就是已经是 再度担任这个金曲音乐节的 算是宣传大师 这次心情上有没有比较紧张 还是比较轻松呢 这次比之前再紧张一点 因为其实也是要回校园 其实回我的母校台大做讲座 所以是不只是要唱 而且要跟同学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而且在想说 我学到就入这个行业这么多 我可以分享给他们什么 然后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心血 加入这个行业 想要问一下那个Lollipife 就是刚才有想跟那个评审拿票 要不要再讲一下 到底对这金曲奖有多大的憧憬 其实金曲奖真的是所有音乐人的一个梦想 那他真的如果可以得到肯定的话 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团体由我来说这些话 算是不太公道不太客观 但是因为小玉 便因为他的口才不好 所以我帮他讲了一下 然后他有很多心里话的讲 然后我觉得也是很多唱跳歌手 我不管是罗志祥 或者是有把大家一起 我觉得多少可以再开一个奖项 给唱跳不管是团体 或是男歌手女歌手 一定有难心 蔡依林都拿到了 所以你们一定有机会 好 看来我要去变姓一下 好的 郭子哥谢谢 加油 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其实看缘分 其实我们已经八年出的专辑也蛮多的 自己的创作也很多 但是有时候偶像就是会 很多东西都会被埋没 那我希望说 算了算了没关系 其实我们MV每次都花好几百万在拍 你看威迪安你花多少钱 算了算了算了 何必这样讲 我的MV都自己剪 记忆你了 公子哥